二氧化碳中毒命危工人妻子哭喊 为什么海龙离岸风垫这么大的案子 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公安意外 意外发生后隔天还不清楚 二氧化碳为何遭触发 但医师说明病情 家属瞬间崩溃 家人赶紧把他搀扶到旁边休息 作为妻子怎么能承受得了 受伤的17名工人中 还有4个人住在家户病房 3个在彰化 1位在台中 58岁流行工人 昏迷指数只剩3分 他跟另一位24岁的旅性工人 都在张边秀传医院 做高浓度氧气治疗 他现在过量的二氧化碳在血液当中 他要慢慢排 还有一名38岁赖姓工人 被送到鹿港基督教医院 救护人员一路抢救 到院后再CPR6分钟 才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但他昏迷指数也是3分 同样是情况不乐观 恢复了他的心跳跟血压 不过血压不稳 所以我们给他使用这个神压剂 胸部X网照了之后 左肺也是有损伤 这次受伤工人中 年纪最轻的是简同学 今年11月才要满19岁 他已经是国立大学的准大医新生 这两天就准备注册 他趁暑假从高雄北上 到海龙离岸风场的 陆浴降压站打工 却遇到严重公安意外 而氧化碳中毒窒息 他的昏迷指数也只有3分 父母伤痛不已 爸妈说他是个非常乖又认真的孩子 也希望大家能帮忙集气 祈祷还在加护病房的伤者们 都能转为为安 TVBS新闻陈志忠 陈红一红采论SNG小组 彰化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什么? 大� Frost am 大嬌 大嬌